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2月18号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菲律宾这边发生了哪些新鲜事 还是先说第一个菲律宾疫情的情况 昨天菲律宾这边新增的确诊病例是1184人 那么现在确诊病例的总数已经达到了553424人 其中现在的活跃病例是29814人 那么关于这个事情 菲律宾的有些媒体特别的还强调了一下 强调了一下现在世界上总的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是1.095个亿 那么死亡人数是240万人 然后言外之意 就是说菲律宾的这个数字 这个分子对比这个分母 其实并不是很严重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事 菲律宾的巴压万事 最近组织了庆祝一下FESTA 也就是庆祝的一个节日 其实菲律宾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独特的FESTA这个节日 一般也会庆祝一下 主要还是庆祝一下天主教的某个圣人 他们自己选的一个圣人来庆祝 那么巴压万人庆祝的圣人叫圣托马斯 其实在历史上 圣托马斯是西班牙的一个主教 他之所以出名 还是主要是说帮助了很多穷困的人 特别是帮助了很多实力障碍的人 然后后来被教廷封为圣人 那么其实在巴压万事 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特别的 圣托马斯在巴压万是主管生产的 什么叫生产的 地头的生产 比如说稻田 然后稻田的稻草人 然后都归他管理 其实还是主要庆祝 有有有有有他 然后这个稻田可以丰收 那么据传说 这个圣托马斯的灵魂 或者圣托马斯 有的时候会坐在这个田间地头 编织稻草人 然后编出种子来 让把种子分成堆 然后他就会走掉 然后让穷人来把这些种子捡走 回到地里去种 因为穷人买不起种子 后来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 都说圣托马斯坐在田间地头 那分种子 那怎么能 你开车从这过的时候 或者你从那边路过的时候 怎么能知道谁是圣托马斯 谁是普通人 我说这个特别简单 就是如果你开车 或者从这路过的时候 看见这个人玩手机 这个一定是普通人 如果你觉得 如果这个人没玩手机 估计就是这个圣人了 那么再来说第三个 菲律宾的伊洛伊洛省 出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事 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事 一个男孩 13岁的男孩 青春刚刚开始粘放 去网吧打游戏 结果 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带了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漏电了 给它电死了 当时呢 他的同伴呢 试图救他 还没有救了 然后呢 最后靠的是把那个 网吧的电闸拉了 然后但是呢 救护车来了 也没能晚 晚救回他声明啊 那么当时呢 这个警方 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呢 这个 这是最逗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个 网吧的老板呢 居然跟警方强调呢 这个男孩呢 当时要拍点耳机的时候 他还跟男孩说了 这个耳机会漏电 所以让这个男孩不要漏 但是这个男孩不听他的劝稿 非要戴上这个耳机 所以被电死了 我觉得这不是就是很扯淡的一个事吧 对吧 这个但凡是智商在线的 都能明白 既然这个漏电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摆在这个网吧里面 还在让大家去 有使用的机会呢 对吧 那这个男孩 那你不是就给别人这个发生意外的这个风险了吗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网吧的老板在这里面 这么说无非就是想推卸责任嘛 对吧 少赔钱啊 当然他网吧老板还是很讲面的 跟这个 跟这个法庭也说了 说他会给这个家庭一定的补偿 而且也会支持这个法院的这个民事判决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事很扯 我觉得这个 他说他已经提醒过这个男孩 这个耳机会漏电 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扯啊 你明明知道这个漏电 还要拿出来让大家使 还要让客人使用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逃脱责任的 一个拙劣的一个借口 最后那个 再说错一个问题吧 这个疫情嘛 然后旅游业损失很惨啊 不仅是外国的导游 民宿损失很惨 包括在菲律宾本地的也很惨啊 据说 在这个巴迪安啊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那边有一个加花山瀑布啊 就是很出名 有将近800个当地的导游 其实导游向导吧 然后呢都失业了 那么现在呢 也一年了嘛 然后呢扛不住了 现在这边巴迪安的政府呢 也给这个800名导游呢 发放了这个援助的物品啊 包括粮食啊 鞋啊 衣物啊 我觉得最搞笑的是 没人发的一件自行车 我也不知道这发自行车 有什么用 据说呢 是发自行车以后 让他们可以去找地上班去 800人 骑车自行车 找地上班 这可是在菲律宾啊 而且巴迪安那边 我觉得除了莫保啊 莫保以外 还是比较大的阵点 其他地方能有工作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800自行车 是不是也是有某种 利益关系存在 我只是猜测啊 没有说一定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这里 我们明天再聊 我就是这有时候 我看 или走了 我看不了 我看不了 那我看不了